是已故一人邓丽君逝世18周年 也是他60岁的名诞 我们知道在今年母亲节的时候 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特别举办了纪念演唱会 当时请来了包含周杰伦 肖敬腾等歌手来轮番 现唱经典名曲 而现在基金会说 要将演唱会的所得200多万盈余 要全数捐给社福团体 一首《我只在乎你》 肖敬腾唱的深情控人心弦 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仿佛回到往日时光 歌手接力上台现唱 每一首招牌歌曲都唤起回忆 今年是邓丽君逝世18周年 5月12号举办的纪念演唱会 新以许多歌名捧场 而现在演唱会的盈余 将全部捐给社福团体 盈余有200万 200万我们来做这一次的公益的 帮助他们 一家一家去访试 去了解的是真正需要 而且真正他们在做事情的 基金会将美丽的歌转化 做美丽的诗情 向邓丽君致敬